你为什么会冲上来啊 因为 我喜欢 我最近发现 你有一点点可爱 周的可爱 但是今年全网都在说 嫁人当嫁周炳坤 周炳坤 周炳坤 相信不少人看过相风而行后 都希望戏外的王凯和谭松韵 与戏里的顾南亭和承销一般 对彼此的接触到有好感 再到感情的水到渠成吧 两人恰到好处的八岁年龄差 以及二十厘米的身高差 追看了不得不说一句是天选的 CP 两人作为80后终生的演技派 以及90后小花中的佼佼者 都是任任真真拍戏 且不炒作的演员 所以虽然相风而行的播出 两人都没有在戏外 有炒CP的营业 但观众们看到花絮后 却是迟迟不能出坑 2021年年末拍摄到 2022年年初杀青 这部剧也算是经历了正常的剪辑 以及审核顺利上线 毕竟如今有很多剧 都是因为一些不可抗拒因素 导致几年都未播 所以一年时间里 从杀青到播出 也仿佛是让王凯和谭松韵的联系不断 记得2022年年末的精英颁奖礼上 那时候的相风而行 还差半个月时间播出 虽然王凯与谭松韵没有合体 但也有细心的粉丝发现 明明王凯是在调侃雷佳音 可说到嫁人两个字的时候 却忍不住看向两点钟方向的谭松韵 这样公然眉目传情 真的好吗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讨论